每次大家青年有考慮說 總政這個人 但我如果要選的話 應該直接會是 市長 葉雅倫從政會直接選市長 雙雞外線給阿本 他應該看你了 我剛才分享的是自己可能被罷免的經驗 被罷免的經驗 罷免 被罷免 我還沒有選耶 欸 都是罷免 不是罷免啦 葉雅倫11月3號擔任反罷免大使 前陣子才當選十大傑出青年的他 連國門門面都扛下來 11月20號的演唱會 應該也會一禮相待粉絲吧 整個上半身 這樣就可以了吧 下 下半身會不會太那個 那個等深夜再說 有局再說 誰會去量這個卡嗎 這真的自己前所未見 有勾 有飽滿這樣 假手機喔 夾筆 夾斷 還是有夾筆的東西 可以夾斷東西 可以夾斷東西 到底要夾什麼 好危險 你那天跟那個阿本擁抱啊 你知道他有感受的錯誤 我覺得他應該很膩了吧 哈哈哈 第二天的市營運 會有可愛的親友 親友 阿本 不會吧 他真的來了啦 為什麼你們會來啊 你們會想要找開戰 不是我找到了 你們看預告是覺得我是反應很大 因為我真的是傻眼 我也不知道他為什麼願意接這個通告 我當然很開心他們來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 他們又會願意來 玩這麼大這樣子 以為是來到玩很大 對啊 你說可以拿那個 找那個 就是玩元席 你說找他們來節目啊 哦 都可以耶 我覺得誰是 可能是最後才會邀請到 我覺得都會很後面 哈哈哈 對面的大對談那個請來謝請 嗯 那好像會有壓力嗎 不會啦 還好 可以看看別的節目製作單位 他們想做什麼 畢竟 風潮是我們代氣 總不能 不讓人跟風吧 我們之前負責那個徐大企業 你有沒有想到 一陸以來有點心路歷程 心路歷程你想聽嗎 蠻想的 我們可能要做個專訪 從不敢做自己 到很勇敢的做自己 到把自己這個能量 分享給所有的人 這一件事情 是我目前最欣慰的事情 責任一直都是我覺得 做藝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講太多 可能會大家會覺得無聊 但是我真的是 秉持了這樣一個心 在做公眾人物 你的手很傷對不對 大家看到我 能夠經歷這個 槍鱗彈雨 回頭看 你會發現 這些都會讓你成長蠻多的 因為其實如果不是 太偏激的攻擊的話 有很多的 公眾的視角 是可以幫助你去成長 演唱會 你會這樣好 再一下喔 沒有 很多人問耶 但我如果要選的話 應該直接會是 市長吧 因為我很喜歡城市規劃 對 就跟我規劃我們店裡面一樣 我自己很喜歡開車 然後我看到很多 包含行人跟機車主 是蠻危險的 這件事情 確實是我蠻在意的一件事 怎麼樣 不要再講了對不對 真的嗎 好好 我們不要手機拿一點嗎 沒有沒有 現在只是一個夢想 誰是最大競爭的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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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